女孩满脸泪痕 不停地哀求对方 男生反而一脸讥笑地看着她 接着从无人的街道里 叫出几个混混 然后拿出一瓶药 递到女孩面前叫她喝下去 否则就把她的不雅视频发出去 女孩被迫喝下饮料 意识开始变得模糊 等她再次醒来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衣衫不整地被扔在路边 有如此悲惨遭遇的小林在长大后 又一次遭遇了侵犯 而且这次不止自己 就连学生小禁也有危险 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 她联系警员老吴之后 开车赶往大师约定的地点 一到地方 桌子上就放着一瓶药 小林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